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週四更新精品咖啡的相關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精品咖啡的話呢 請務必訂閱學長的頻道囉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一個悶蒸有相關的一個議題 就是關於一個聞香法和悶蒸之間的關係 各位有沒有在咖啡館看到 有些咖啡師他在做悶蒸或做沖煮的時候 會把鼻子靠近浴杯 稍微聞一聞 你會不會很疑問說 這是耍帥呢 還是真的有意義呢 希望可以跟大家講 這其實是有他的科學根據的 而且學長也蠻鼓勵各位 可以去嘗試看看 因為他其實背後呢 他可以幫助你對於悶蒸 以及對於豆子吃水的了解 有更深度的一些理解 好 那我們先來思考一下 這件事情他是怎麼發生的 OK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其實豆子一磨開我們是不是就會聞到香氣 那這個香氣我們一般稱之為乾香 就是粉是乾的嘛 乾粉就會出現的香氣我們稱之為乾香 那乾香呢就是 咖啡粉為什麼會傳到我們的筆腔呢 是不是空氣之中就有一些水氣 那乾粉我們換到這些水氣以後呢 最輕盈最容易溶解出來的香氣分子呢 就融入在空氣中了 不是水中是空氣中 那我們的鼻子就聞到 這叫乾香 OK 但是呢其實咖啡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香氣成分 而其實他沒有辦法 他這麼快速的就融在你的空氣之中 他必須要吃到水 他才會容易被溶解出來 你才會聞到 那這個我們稱之為濕香 咖啡粉濕的時候的香氣要濕香 所以呢利用濕香 他就可以來判斷說 我的咖啡粉 他是不是已經吃到了水 或者說他吃飽了水 就可以幫助你的悶蒸呢 達到一個 我可以確定說我的悶蒸是成功的 那希望先跟大家快速簡單講一下 好咖啡粉倒下去以後呢 那我們給水 這個時候呢 聞到的香氣呢是乾香 然後接下來你給第一次水的時候 給完以後呢 大概 在5秒到10秒之內 其實一下去以後 這時候如果你咖啡粉 是正常吃水 就是你悶蒸是成功的 正常吃水的情況下的 你大概5到10秒左右呢 你就慢慢不用靠太近 就有一個距離 聞 一般來說呢 就會聞到比較前段的香氣 譬如說有花香 有水果香 這種比較輕盈的香氣 大概在5到10秒左右呢 就會出現了 所以如果這時候你聞到這個香氣的話 基本上可以判斷說 你的悶蒸可能 算是蠻OK的喔 聞到這個前段香氣還沒有結束 還要再往後 休息一下 然後再聞第二輪 通常呢 我們的 咖啡粉如果這個時候 我所有的水呢都吃到咖啡粉的豆腥 就是 達到你悶蒸的要件啦 的情況之下呢 這時候甜的香氣呢 就會溶解到我的咖啡粉的表層 然後呢 溶解在空氣中讓你聞到 所以大約正常來說 給完水30秒左右 有時候多一點喔 不一定喔 可能20秒到30秒 甚至40秒 左右呢 你會聞到一股 突然湧現的 甜香 比較甜的香氣 如果聞到這個香氣的話 通常代表呢 你的悶蒸已經OK喔 可以不用再悶蒸了 你可以準備進行 下一段的給水 所以呢有這兩個階段的話呢 如果你聞得到的話 它就可以當做你一個 判斷悶蒸是不是 很成功的 一個標準 如果呢 你給了下去一直沒聞到甜香 可以判斷說 你可能是不OK喔 就代表說你的粉都沒有吃水了 你在悶太久也沒有用 那就不OK 那就基本上是 你要調整你的悶蒸的狀態 OK 這樣聽懂了嗎 那我們待會呢 學長就會來示範一次喔 那我會 根據我的感官喔 就是我邊聞 聞到的時候跟大家講 那我們再看一下秒數 那我們來稍微對照一下 當然呢 聞香法它是比較感官上的 所以各位呢 也不要 也不需要說 我只吸引 數據 就只看秒數 或是只完全看 聞香的結果 我這兩個是可以相輔相承 互相作為參考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來 實驗囉 那 這次呢 我們用的是 冰桶濾杯 因為它的 濾杯比較小 離粉面比較近 大家比較看清楚 然後呢 用阿口的磨豆機 磨兩圈 很好了 然後水溫呢 90度喔 就跟我們平常悶蒸的條件 是一樣的 稍微搖一下 把它搖平 歸零 好 歸零 20克 歸零 好 隨便開始 那待會呢 給完水以後呢 我就會 靠近來聞 跟大家講聞到了什麼 好 Time 按下去 好 給水 1 2 3 繞 2 圈 回 中 煎 好 這時候可以靠近了 這個時候呢大概我給完水大概5秒左右 我就會聞到明顯的一些 河果跟巧克力的味道 比較明顯的就是 這是瓜地麻辣豆子 所以這個味道就 相當明顯了 然後後面呢就 好像這段時間呢 它的風味 香氣表現沒有太多的差異性 然後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好 差不多了齁 大概在47秒的時候 就聞到它的甜香了齁 就代表說我大概 我給水時間大概是15秒齁 大概再加30 35秒左右 我的 燜蒸就完成了 這個時候呢我就可以開始 給水 進到第2段給水 那所以呢如果 你 回家的時候你就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式 來幫助你齁 去判斷 你的燜蒸的時間是不是合理的啊 燜蒸是不是成功齁 那有時候呢 你可以在聞這個 絲香的過程之中呢 可以去更多的去了解 你的 咖啡粉 它的風味啊 有沒有很多細膩的風味 所以這個 這個聞香法的 方案呢 學長其實蠻鼓勵大家 可以去 試試看喔 因為它其實就是 在你 悶蒸的過程之中呢 把你鼻子湊上去 稍微聞一聞 讓你去多多了解 並且呢 看一下時間 去做一個對陣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 動作 但是呢 它確實可以為你提供蠻多 香氣上的啊 或者是有些 悶蒸上面的一些確認 好那我們在學咖啡過程之中嘛 多多利用我們的感官 去幫助我們的 科學根據 一起相符相成一起去探討 你就會發覺說 原來 我的悶蒸也可以利用聞香法 去得到更好的發揮喔 OK 以上呢就是學長對於 聞香法跟悶蒸的 這個相對關係的 一些 理解 如果再來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為大家做解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